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七十九集 周成在护士耽搁了几天 并不知道夏小兰搬家的事 不过周成也不急 他把舅舅刘勇给救了 夏小兰搬到天边去还能不要舅舅呀 刘勇看周成和康伟像是干走私的 这两个还真不是 他们干的事顶多算投机倒把 刘勇才是真的干走私的 你瓦匠能赚多少钱 刘勇的性格不甘于平凡 想的是赚大钱赚快钱 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摸到了门道 也的确是赚到了钱 他不仅是单纯的压货跟车 他还入了股 赚到的钱都压在了货上 这一次半路被劫 刘勇大半年攒下的家业 起码损失了大半 心痛归心痛 好歹捡回来一条命 要知道和他在一起的另外两个人 可是当场就被人打死 走私这行赚钱快 风险高 刘勇亲身经历了 就不肯让夏小兰和周成处对象 周成却说他是一名现役军人 打死刘勇都不肯信 周成却也不解释 安心等刘勇能出院 他和康伟在卸货时也把刘勇带上了 周成和康伟开的那辆东风汽车 后车厢装满了箱子 他们在护士把货卸掉 离开时又在当地装了货 装的啥呢 周成两人宴货时 刘勇的心脏砰砰跳 香烟 一箱箱的全部是香烟 周成和康伟把护士有配额 在当地却不好卖的香烟扫荡一空 拉回香烟品牌的原级销售 这其中的差价 一包烟可能不起眼 可他们带的烟不是一包 不是一条 也不仅仅是一箱 整整一车箱的烟 各品牌的都有 一包烟肯定不仅赚一毛 周成到底打通了多少关系 一路上都在上货和下货 不时调换着车厢后的箱子 一箱箱香烟被搬下车 新的箱子又重新装满后车厢 这种生意肯定要把利润分出去 周成他们相当于是中间商 从货源到分销 都需要被人来完成 可一包烟 就算只有一毛利润 能到周成他们手里 一条烟就是一块钱 一个大箱子轻轻松松装上百条烟 东风汽车的后车厢 装的烟不说上万条 几千条有吧 这可不是跑一趟 挣几千块钱 而是沿途每个大城市都要停一下 从京城到户市 再从户市返回京城 刘勇都算不清 两人到底能倒卖多少条烟 到底能赚多少钱 干走私的也没有这么赚 如果这门生意全是周成和康伟的 两人得多有钱呢 刘勇看得眼花缭乱的 心里也猜不透周成和康伟的来历 王命图 关系户 没有关系 当然 做不成这桩生意 看我以周成为尊 出城又是个杀来路 刘勇一点也没放心 这样一个人看中了小兰 不把人得到手 真的会善罢甘休吗 刘家小门小户的 完全没有和周成对抗的能力 刘勇不看好外甥女和周成的未来 就算周成没有玩弄小兰的心思 门不当户不对 两个人很难走到最后 回城的路上 刘勇越来越沉默 周成说话也挺直接 这生意挺赚钱的 但我不会长久干这个 到时救救您有何打算 还要干老本行吗 刘勇咬牙 我把自己剩下的本钱抽出来 这行不敢碰了 刘勇的胆子不小 入行前也知道风险 不过这次差点送了命 还是给刘勇敲了警钟 没有人不怕死 他要死在半道上 留下一家子女人 加个六岁的小孩 这不是要被人欺负死 这就估计自己 还能抽出多少本钱 周成不是个缺钱的主 刘勇也不担心 他惦记自己的一点小钱 干脆实话实说 绝大部分都折损在这次了 我要是临时退股 好的话能拿到五千 少的话可能就三千块左右 刘勇挺遗憾 康伟却有点佩服他 刘勇别说和橙子哥比 就是和他康伟比 先天条件就不行 看体格 打打杀杀的事儿 也轮不到刘勇上 半年功夫能挣下一笔钱 靠的全是脑子和胆量 换了康伟 要没有周成提携他 他不也在京城的单位 上班混日子 每个月拿着饿不死的工资 平时全靠疼爱他的奶奶补贴 才没有那么拮据吗 周成问的这样戏意 是想让刘勇 把剩下的本钱 投到香烟生意中来 舅舅 你可以仔细考虑一下 我觉得您和康伟 打挡干这个 应该没有问题 康伟没啥意见 周成不能一直不务正业 等周成走了 康伟也不会把周成 站的份子吞掉 夏小兰要成了嫂子 刘勇就是周成的真舅舅 让刘勇掺和尽生意 康伟反而更放心 刘勇心动吗 他心跳得快 短短的一两分钟里 身上的衣服都打湿了 汗水刺激的他背上伤口 又刺痛又痒 不知道靠着多大的毅力 刘勇才拒绝了 这个诱人的提议 他不能接着 从天上掉下来的钱 周成可能不介意 刘勇却不想因为钱 把外甥女儿给卖了 本来成了万元户 阎王殿走了一遭 亏得只剩下几千块 还不一定能拿到手 刘勇难道不心痛吗 但有几千块 他可以拿着干别的生意 没有走私来钱块 更比不上周成倒卖香烟 可赚到的钱 他花着踏实 周成一听就笑了 眉头眉脑说了句 舅舅 您和小兰果然是一家人 农村人又咋样 不管是夏小兰还是刘勇 他们都有自己的骨气 夏小兰那么聪明 难道看不出 随便敷衍周成几句 就能靠着他发财吗 可周成让夏小兰入股 夏小兰直接给拒绝了 周成再要事业受到 重大打击的刘勇入股 白给的钱 刘勇也果断拒绝 周成就觉得 真是一家人啊 刘勇觉得莫名其妙 周成却不再解释 周成忽然很想念夏小兰 他对他的思念 一直没有中断过 此时此刻又格外厉害 路上都不愿意停了 周成开着车直奔安庆县 还说刘勇受伤 殷勤送刘勇回家 车子突突突开到七景村 刘勇带着周成回家 上次救了夏小兰 周成不拘功 这次显然是要用 更光明正大的身份 出现在夏小兰的生活里 刘勇能咋办 不能拒绝 还要恭恭敬敬 把两个救命恩人请回家 刘勇离开时 说自己最短都要两个月才回来 没想到过了两周他就回来了 这人虽然皮肤黑 大失血后毕竟是亏了身体 唇色白白的 走路也发虚 李峰没担心地要死 你这是咋了 小兰呢 刘勇往屋里张望 小兰前天就搬去上都住了 她说设立比较方便 搬走了 刘勇第一个感觉是高兴 后面跟着的周成 就是来看小兰的 结果扑了个空 周成失落 刘勇就开心了 这种心理 李凤梅没法理解 她就是奇怪 周成和康伟是谁 说是刘勇朋友吧 她又从未见过 刘勇干渴亮声 我这次出门 遇到点麻烦 幸亏这两个同志救我一命 救命者 都不晓得要咋感谢了